哎呀 这干竹孙我经常见 但是这么漂亮的鲜竹孙还真是少见 你知道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吃货呀 就真的是想尝到这口鲜一般都是吃干货 对 所以说呢 为什么竹孙要在早上几个小时内就完成采摘呢 因为竹孙在长成之后 包子叶会让它很快的自容 如果摘得慢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竹孙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时候也是可以采摘的 就是竹孙蛋 把它包开外壳 里面就会露出荔枝般洁白的小竹孙 竹孙里有的营养物质啊 这个竹孙蛋里都有 毕竟浓缩的才是精华嘛 据说呢 竹孙蛋饱含鲜味 爽口弹牙 只要简单的水煮就可以品尝到它最本真的美味 当然啦 如果您喜欢口味稍微重一点的 加上一点肉片 甜椒一起翻炒 也是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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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